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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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個故意鄉 曾經愛寵我又冷遇我 曾經創傷我又療癒我 那就不再是異鄉了 而是另外一個家 回到家什麼都好了 歡迎張曼娟回家 我剛剛才聽到我們的志工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其實沒有像大家那麼的熟悉張曼娟 他說我都已經打聽過了 這個人我真的以前其實不太知道他是誰 但我知道他比光華還要有名 這確實是事實 那麼光華我們在前幾任這麼有名 而且他我覺得這幾年 號稱香港捲起了一個台灣熱 那這個台灣風我認為曼娟應該是始作俑者 那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香港從他嘴巴裡面說出來的時候 就給人感覺特別美 所以今年我們在一開始 當時我跟同仁在討論今年的台灣誓言談要規劃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們大概有兩個想法 一個想法呢是覺得到今年了 我們覺得應該要透過台灣的眼睛 是不是可以去看到香港的美好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只有張曼娟能夠做得到 那第二個呢我就小小的預告 今年的台灣誓言談 如果大家還記得前幾次 大家拿到的那個小單章的那個宣傳 你會發現上面陽剛氣很重 都是男士 我們今年絕地大反攻 從曼娟之後 就接下來我們會有 連續好幾位都會是來自台灣的 非常溫柔的 有的是非常堅毅的 有的是非常敢於冒險的女性 要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她們在台灣所做的事情 那麼我就不多說 那麼今天呢 我還要特別感謝的是 Deli 那大狀主席是 她現在其實也是香港跟台灣之間 有一個商貿合作委員會的主席 那我剛剛悄悄問了說 為什麼你們兩個 如此這個感情情投意合 事實上是這樣子 因為好像曼娟當時是從 作家的身份一下來到 要做一個政府的這個外交官 那其實很多事情來到香港 需要有一個大哥哥的照顧 所以現在我就把這個麥克風 交給大哥哥 萬娟跟我認識的時間不是很長 但是呢 我們是兩位好朋友介紹萬娟給我認識 那麼當時呢 這個小燕姐跟那個奶精說 我這個好妹子 希望您到香港的時候多關照一下 我當時呢 也就是說實在的 也不知道萬娟是很出名的這個作家 所以我在Google看了一下她的這個經歷 那我當時我就跟奶精說笑話 我說呢 這個你們怎麼會 托一個女漢靈交給一個土匪呢 我說 所以啊 但是呢很高興認識到萬娟 因為呢萬娟給我一個很 這個 一個感覺就是說 從萬娟身上我看到了 中國女性的那種 那種優雅那種內在的這個溫文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她也給我帶來很多文化上的這個熏陶了 我想不希望浪費大家太多時間 但是呢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比我還要看得多 這個萬娟的書了 所以我只是拿了兩本來 我想今天呢 藉這個機會呢 也請聽聽萬娟講一講 她在這個跟香港的這個迷戀 因為從我跟萬娟的這個交談跟交往過程中知道 她在七十年代她的父親大人呢 曾經在香港呢做過工作 當時這個工作很辛苦 而且呢在一個房間裡邊 那麼到了九十年代這個兩段時間嘛 一個是在這個 九三年到九五年的時候 一段是在九七年到九八年的時候 在中文大學那個比較大家都清楚 另外一個是她私人的這個時間在香港呢 這個Lone Stay的時候 那麼也是有過交往的時候 那麼這個所以她有很多迷戀 當然最後倒是到了這個 2011年到2012年的時候呢 在這個光華 那我想請問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在香港這三段的這個迷戀 還有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的眼中的香港的美 因為一般的朋友都是覺得我們香港是文化的沙漠啊 也沒有這個很多的這個文化的 但是呢 香港下個月就有舒展了 所以我想 下次應該我們舒展請這個 老邱在這裡 在這裡 將軍你們 你們下次應該請萬軍來喔 這個這個 在這裡不要耽誤大家時間了 請我們的這個主講嘉賓來 謝謝 主任非常謝謝你 願意邀請我 讓我有機會可以重新回到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這裡基本上呢 就是我的另外一個家 但是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在兩年以前的6月21號 在這個舞台上面 辦了一個告別的記者會 叫做Fearwell My Hong Kong 那個時候我要花很大的力氣 才可以不要哭 然後兩年後 其實到今天剛好就是兩年嘛 兩年後呢 我有機會再回來 所以對我來講 香港就是一個應許之地 充滿了各式各樣的 對我來講 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神奇 那麼當然在這個時候呢 我要在我的演講開始之前 我要先感謝我在香港遇到的貴人 在Fearwell My Hong Kong的時候 我曾經當時幫媒體朋友們訂做兩塊手工皂 那有一塊就叫做初心 有一塊就叫做貴人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莫忘 就是感謝貴人 莫忘初心 那所以今天有好多我的貴人在現場 當然當時有好多朋友幫著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有一些因為都是同事 大家是親密戰友 所以我們是自己人 就不用客套了 那麼有一些人其實是沒有必要幫助光華 也沒有必要幫助我 但是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那這個在今天我特別感謝 其中有一位就是我們 Kawaii的林天茂林主席 非常謝謝林主席 主席我準備了一本書要送給你 叫《時間的旅人》 但是其實您是我時間的貴人 不敢當然不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照這樣講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好 主席對我們光華的活動出錢出力 尤其是你們看到我們光華常常會登 在那個很棒的報紙上面 登很大的廣告對不對 你知道光華是哪裡的單位 台灣嘛 欸台灣沒有錢大家都知道吧 雖然台灣很有情很有義 但是台灣沒有錢 可是你知道嗎 沒有錢一點都不用擔心的 因為只要有情有義 就會有人幫你對吧 好所以這些年來 我們台灣都是走這種路線的 好嗎 所以我們每次可以 為什麼我們光華可以在媒體上面 登那麼大那麼漂亮的廣告呢 其實都是因為林主席在後面暗中幫助的結果 每次都可以讓我們在最好的版面曝光 好 那另外有一位當然就是剛才 從我來香港 從我還沒有來香港 就一次擔任我的那個大保鏢 他真的幫我好多好多的忙 今天又願意波容來到這裡 擔任我們這場會的對談人 主持人 那其實他不是我的大哥 頂多只是一個小哥 因為其實我們的年齡沒有差很多 但是我都很喜歡占他的便宜 都故意要叫他大哥 感覺好像我自己很小的樣子 這是做一個女人一定要的 對吧 所以現在我的另外一本書 也是一樣的 就是要感謝大壯 謝謝 總是我們要特別感謝他 因為其實我來了之後我就發覺呢 光華是一個 因為我現在已經離開了 所以我就可以大爆內幕 好 光華是一個活動很多 工作非常辛苦 但是資源非常缺乏的地方 非常沒有缺 非常沒有資源 我本來已經知道沒有資源了 我來了又在知道 原來真的一點資源都沒有啊 這個想像中 就是還是有一點落差的 所以我覺得每次有人願意來光華 這裡擔任主任的工作 其實真的都是蠻了不起的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奉獻 要把這一個空擔子擔起來之後 要把這個擔子裝滿 要把擔子裡面的好東西 再分贈給香港的朋友 這是非常困難的事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有情有義 所以呢 就會有人來幫助我們 所以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 在台灣呢 其實有兩家航空公司 又是中華航空 又是長榮 那我們這樣子的活動 像我們這次的活動 還有之前的很多活動 都是由長榮航空 在幫助我們的 提供了我們給講者的來回機票 所以可以讓講者們很舒適又很安全的 飛來香港跟朋友們見面 所以在光華的那個空籃子裡面 其實有很多機票 這些機票呢 我們今天還有這一系列的台灣式言談 我們要特別感謝就是 長榮航空的邱總 謝謝你邱總 那麼今天我非常非常感謝的 或說今天最感謝的 當然就是在座的各位朋友 可是我這一次來看到的光華 跟我離開的時候 光華不太一樣了 如果以前有來參加過 我們光華的活動的朋友 你應該發覺到 我們的這整個展演廳 已經縮小了 蠻多的 以前我們的舞台不在這裡 有人知道舞台在哪裡嗎 對以前舞台在那裡 在那邊 以前舞台在這邊 然後這裡呢 是整片的窗戶 可以看到絕佳的海景 所以以前我在香港這裡工作的時候 每次有香港的本地的記者 來採訪我的時候 我最喜歡跟他們約在這個地方做採訪 整個美麗的香港的海景 全世界無敵海景 就是我的背景 你知道任何人 只要他有機會可以站在這個地方 看起來就有點不一樣了 然後每次香港記者問我說 為什麼你會這麼喜歡香港呢 我就會測一下身子說 你看看這樣子的海景 全世界無敵 請問誰能不喜歡香港呢 然後我就會跟他指出幾棟建築物 比方說IFC啊 ICC啊 我說你看到這些建築物有怎麼感覺 他說石屎森林 我說 不是吧 我說你不覺得他們很像是 外星人放在地球上的飛行器嗎 你仔細看你不覺得有一天 如果變形金剛啊 或者是什麼呀 發動一點訊息的時候 我們的IFC就 收起來 就飛走了 你不覺得嗎 或者你不覺得那是地球滅亡的時候 最後一批人就是要逃上這個飛行器 然後我們就可以得救了 你不覺得是這樣嗎 那大家都覺得我很瘋狂 或者覺得有些人我知道 他們就會說作家嘛 就是這樣 可是英雄所見略同啊 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麼覺得吧 最近的好萊塢大片 對不對 蝙蝠俠啊 還有什麼 變形金剛啊 不都是以我們香港的 維多利亞海岸 作為他們的很重要的電影的場景嗎 可見這個想法是很多人都共同擁有的呀 好 那很多人可能會說 香港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不是你以前所認識的那個香港了 其實每個地方每一天都在改變 都不一樣 好 但是呢 我覺得香港的改變有一點好的就是 它的改變其實在很多地方還是很趣味的 還是會讓你發覺它的美好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個前面燈可以先關掉嗎 謝謝 那個前面燈可以先關掉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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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寻找精彩 来拥抱精彩 这是现在的香港 这是大家觉得 已经跟以前的香港很不一样的香港 觉得没有以前那么可爱的香港 可是看了这段影片之后 你还是会觉得他还是很可爱啊 除了迪士尼以外 因为我个人没有很爱迪士尼不好意思 如果我来拍的话 我后面迪士尼会剪掉换别的 不过因为他是针对 各种不同的功能性的取向 所以迪士尼迷老鼠是很重要的 不然在我看来觉得他不是香港的特色 其实香港还有很多特色 这是现在的香港 充满了各种不同的360度 各种不同的趣味跟风光 但是以前的香港不是这样的 在我的香港迷恋里面呢 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 其实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大概就是香港的1970年代 这是我第一次对香港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的父亲作为一个公务员 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他就被台湾政府呢 派到香港来做情报员 嗯 就是俗称地下工作 是吧 好 那因为他是要做那个情报员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秘密的事情 因此我的父亲当然不能告诉我说 女儿 是这样子的 你爸下个礼拜就要去香港当情报员了 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这是用一种很生离死别的方式 因为那时候其实 台湾跟大陆那边的关系 还是很紧张的 那么香港作为一个 呃 一个很奇妙的中间点 所以全世界的间谍都在这里活动 那我爸爸就被派去当 当间谍 派来当间谍 因为他以前他是一个难民 1949年的时候他是难民嘛 就从中国大陆讨来 就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会 他只有小学毕业 所以他就变成说 哪里有饭吃他就去哪里 哪里给他饭吃他就做什么事 他打开报纸 看到有一个地方 是给他们上课 然后还给他们吃给给他们住 而且不需要任何经验 他觉得好棒喔 他就跑去受训 后来才发现 那就是训练他们成为情报员 因为反正你们可能很快就死了 所以也不用什么特别经历 没关系 最好你们都是没有家人的最好 对不对 所以他就去了 就去上课 就去学了一些什么摩斯密码 那类的 摩斯密码跟摩斯汉堡是没有关系的 大家应该知道吧 然后就学了摩斯密码什么的 然后他就被训练成一个情报员 所以多年之后他就莫名其妙 他自己并不想 可是他就莫名其妙派到香港来 然后每天他就告诉我说 那时候我在念小学五六年级 他就每天跟我说 爸爸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要去做的事情可能有点危险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还会不会再回来 所以你要答应爸爸 爸爸不在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照顾妈妈跟弟弟 从此以后你就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通常都是大人宣布 我们不再是小孩子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突然不是小孩子 你当你很想参与大人事务的时候 大人就会说 你怎么搞错 你小孩子你管那么多干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小孩子 从来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好 就在那一刻我就不是小孩子了 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 每一天我就算日子 我爸爸又过了一天要走 又过了一天 时间越来越短了 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面 曾经有写过 就是说 那时候我们家每天早晨 都是自己做早饭 每天我妈妈就把前一天的剩饭 炒成蛋炒饭 我们家每天早上都在吃蛋炒饭 然后那一天我就记得 爸爸就告诉我说 他明天就要出发了 然后我们就坐在早餐桌上 然后我在吃蛋炒饭 爸爸就坐在对面 然后就是跟我说 爸爸明天就要走了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你要记得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好好长大 那时候我有非常强烈的生离死别的感受 我就一边吃着我的蛋炒饭 我的眼泪就啪啪啪啪啪掉下来 小时候很会哭 其实现在也是 啪啪啪啪掉下来 不久之后 我的蛋炒饭就非常咸 好 所以我就觉得蛋炒饭怎么这么咸 但是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说 不管他说什么 我就一直点头 然后要努力的把蛋炒饭吃完 表示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件事情 很努力的把一整碗蛋炒饭吃光光 然后我跟爸爸说 没有问题 你放心好了 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然后第二天我的爸爸就走了 但他可不是搭乘长荣航空 或任何一个航空来香港的喔 他那个时候走的方式很曲折 他呢是要先从台北火车站 搭火车搭到基隆 然后呢再偷偷的爬上一艘货轮 当成自己是货柜里面的一个部分 然后再偷偷的运到香港 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再有人去船上 偷偷的把他带到香港 所以他在香港是不用经过海关的 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进来香港的 所以当时他的身上呢 就只带了一条内裤跟一把牙刷 就来了这样 然后他来了就在那边安顿下来 他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他们给他租了一个小小的房间 他每天就在那边弄一些情报的东西 你打一些电报回来什么的 具体工作状况我们也不清楚 因为他到底不是一个 可以到处跟别人说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我的父亲在那里 就待了大概半年多 他每天都很痛苦 因为其实他胆子很小 而且他完全不会讲广东话 那个时候香港只讲广东话的 什么话都不讲的 还有英文这样 所以他就每天缩在他的那个小房间里面 不见天狱 就这样子过了半年 他就从大概65公斤吧 都瘦到49公斤 然后身体状况变得非常的差 他就每天写信给政府 就说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你们派别人来接替我 就到我父亲度日如年的半年之间呢 他每天都给我的母亲写信 但是很妙的事情就是 我母亲也要写信给他 可是我母亲永远写一个奇怪的 当时他有一个奇怪的匿名 就会写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给他 那个名字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用 我爸爸没有用过那个名字 我妈就用那个 就写信给他 那时候感觉很特别 因为有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写信 用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男人的名字开头 底下说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想念你 好 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就是 仿佛你窥探到了你母亲的秘密情誓 这样子有没有 很刺激喔 然后每次我爸爸写信回来 他底下也是署名 那个很奇怪的名字 然后我妈妈就会念他的信给我们听 然后我妈妈就一边念又一边哭 在我的印象里头 那是我的母亲的眼泪流的最多的一段时间 有时候他把信写好了 贴好邮票 那因为他在家里面做副业 他没办法出门 他就跟我说 你帮我把这封信寄给爸爸 我就会拿着那封妈妈的情书走一段路 然后投到那个邮箱里面去 就是帮妈妈把这封信寄给在香港工作的爸爸 那后来半年之后 爸爸回来了 对我们来讲 真的快乐到不行的一件事情 爸爸真的回来了 而且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就是在家里面等 哪里都不能去 就家里等 然后说不是说十点就要回来 怎么还没有回来 后来到十二点钟我们都不肯睡 他就只等着 后来到一点多的时候 就有人把他带回来了 最开心的不只是爸爸回来了 而是你们记得吗 他走的时候只带了一把牙刷 跟一条内裤嘛 他回来的时候 带了两个三十公斤的箱子 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 跟各式各样的礼物 我就觉得 哇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圣诞老人 好然后那个箱子打开来 那就是我对于香港的印象 箱子一打开来就闻到 非常非常浓郁的苹果的香气 在那个年头 台湾的苹果是管制进口的 所以没有很新鲜的苹果 我爸爸知道他要回来之后 他就买了很多很多的澳洲苹果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 这么大颗的绿色的苹果 香的不得了 然后还带回来了很多 我从来没有吃过的零食 比方说有一种叫做核桃 南枣核桃糕 我以前没有吃过 因为我爸爸从香港回来 我就吃到这个 还有一种我也觉得非常好吃 到现在我又觉得很好吃 它是野枣切开来 里头加了那个核桃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吃过那个 那是我爸爸从香港带回来的 我就觉得香港简直就是个天堂 有这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 没有办法想象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然后让我觉得最特别的事情是 我的爸爸带回来了一台录音机 他说那个录音机是他在香港买的 他本来的目的呢 他是要用这个录音机 录音所以他就在那个广播 录了很多的香港的广播剧 他是要用那个来学广东话的 但据说他完全徒劳无功 他带回来之后有一段时间 我们家就每天不停的在播放 他录回来那些广东话香港的广播剧 到底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整个感觉就很有香港情境就对了 后来我就把那个录音机拿来做了充分的利用 什么利用呢 我开始学会怎么收录音 怎么录音 怎么剪接 怎么放出来 然后我就一人分次多角 开始演播自己的广播剧 我永远都在演播一些家庭悲喜剧 其中那个悲剧又更多一点 比方说 妈你说我到底是不是你生的 孩子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呢 你去问你爸 唉 作为一个女孩子 应该好好用功读书 将来找个人嫁了就好 干嘛管是谁生的 是不是这样 然后就自己在那边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妈你不要离开我 你如果跟爸爸离婚了 我怎么办 然后妈妈就说 孩子我也不想离开你 自己就录喔 每天在那边一直录 然后录完就播这段不好 然后把它洗掉再录新的 对 那年我十一岁 后来想一想 那是不是就是我的 创作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完成期 有可能喔 自己编剧对不对 自己做导演对不对 然后自己一人分次多角这样 还有那种大时代的那个 悲欢离合的新剧等等之类的 各种类型都有 对还有武侠剧这样 因为那时候很迷恋狄嘛 所以就有武侠剧 好 所以那个录音机 我们一直用了很多很多很多年 那这是我的父亲 从香港给我带回来的礼物 所以我当时想象就是 香港就是一个充满了一切美好事物的地方 后来呢 我这一次为了准备这个演讲 我就突然很想知道 那个时候的香港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就在一些叫做 香港旧照片的那个脸书上面 找到了一些香港的旧照片 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 有一个脸书叫做 香港旧照片 知道人举手 嘿 好 请放下 对 我已经按了他赞 正式成为他的粉丝 我觉得香港旧照片 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你们大家有没有发觉 作为香港人应该有感受到 这些年来 香港越来越喜欢寻找自己的旧东西 好 这就是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谈到的 我觉得香港人的 香港人意识已经起来了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据说这个香港旧照片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好像是不是跟香港城市大学有关系 就可能是他们 他们当这些学生 他们自己做的一个东西 那我就找到了这张照片 这个照片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1970年时候的香港 对 当时的维多地亚港是这样子 这是从尖沙嘴望过去的 诶 为什么没有中国银行呢 还没有新建 对 只有这一栋欸 这栋是什么 哎呀 你们都记得我 对 以前是 以前的康乐大厦 对不对 我们台湾人都很亲密的叫它 起司大厦 起司 因为它有一个圆圆的洞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 就说我们就在那个起司大厦那边见面好了 对 这就是当时的唯一的一栋 今天我在跟光华同事谈到这个 这张照片 讲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那同事 年纪可能 说不定他比我还小一点 他说他记得他是 小孩子的时候 他们会在这个附近的那个 皇后码头上船 他说那时候呢 在两边就是港岛跟九龙通行的 就是渡船嘛 那时候的渡船呢 楼上是载人的 楼下是载车的 有没有人搭过那样子的渡轮 搭过的 请举手 请举手 哎呀 请放下 一举手 就马上 马上说出了一些岁月的故事 对不对 对 曾经是这样子的 当然现在如果你再去看 就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就知道 原来当初我的父亲 他来到香港的时候 他所看到的港岛的 尾多利亚港的风光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在我心中的 香港的第一个完整的印象 是在我童年的时候 我的父亲在香港从事的 据他自己说的 是非常危险的工作 我想也是 但是他又有这么多的魅力 这个魅力很多是来自于 很丰盛的物质 所以我就觉得香港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美丽 充满魅力 但是又是危险的地方 那时候是我对香港的 第一个印象 但是我就觉得 如果有一天有机会的话 我很想去看一下这个地方 因为它充满了 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好 再来看下一张 好 接下来呢 我和台湾的朋友们 大概都有一个 对于香港的印象 最常累积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街景对不对 有人知道这是哪里吗 中环 对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那个 对 南方圆 对吗 我上次还有去这一家吃饭 龙季饭店 好 他的烧肉 给红美一个 好了 然后呢 他还那个里面的那个跑堂 他还很很 你以为傲的告诉我们说 那个发哥最喜欢吃他们家的烧肉饭 对 这个这样子的招牌是很特别的 很香港风情的 那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看成龙的警察故事嘛 那时候呢 成龙最喜欢做的一个招牌动作就是 他永远都会站在双层巴士的上面 对啊 然后那个双层巴士呢 就会很靠近这个 很靠近好像快要插到 他就会 趴下来 爬在车顶 有时候呢他就会拉住这个 然后翻一下 然后翻到对面去 这就是我们对于香港的很鲜明的印象 其实很多的台湾朋友 我们都是看港片跟港剧长大的 所以很早以前 其实台湾人对香港就是充满了向往 跟充满了很多的美好印象的 那当然 香港人对台湾也是一样 那香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也在看 台湾所拍的那个爱情电影嘛 特别是那种琼瑶的那个三厅电影 那时候很多人都看 所以大家就觉得台湾的女生 是最温柔美丽的 对不对 所以我印象好深刻 我1997年的时候到98年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 今天我还看到我有学生在这里 有来看 要参加我们的演讲 当年的时候就是我的学生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们那时候会分小组小组 大家讨论很多的文学啊什么的 有些男生顽皮 就是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有一个男生 后来跟我比较熟了 他就跟我说 其实老师 你来的时候我们很盼望的 我们很希望可以看到有一个 台湾的女教师来教我们啊 又是写那个Romantic的小说的啦 我们对你有很多想象的 那接下来说 哎呀没想到 我说没想到什么 因为那时候已经进入我的短髮期 我以前曾经是长头发的 而且你知道那时候 台湾女生一定要留长头发 不管你适合还是不适合 你一定要留长头发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女生 都很适合留长头发的 其实我就是非常不适合留长头发 因为我的头发发量很多 而且我的发质很硬 可是一定要留长头发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大人 尤其是妈妈或阿姨 都会告诉你说 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把头发留长 等到你找到一个爱你的男人 他决定要娶你之后 你再把头发剪短 这个有没有整个听起来 就是一场骗子嘛 对 但是呢 为了大家的期望 所以我们都留长头发 留长头发 留长头发留了很长的时间 一直到有一次 但是我就起了很大的那个 应该说是觉醒吧 那时候我们都搭公车 那时候公车还没有冷气 就知道我的年代 我也是属于前辈级的 头发都扎一个很高的马尾巴 然后就去搭公车 站在窗边 因为是夏天很热 也在哪里 车子很几个 很多人站在后面 就有几个 还蛮帅的男生 不认识的 站在我的后面 然后一阵风来 车子一个转弯 那个风吹过来 我就把我整个马尾 我马尾本来是扎在后面 整个马尾就吹起来 就啪 往后面飘 就听到一个男生说 唉呦 我以为他会说 哇 真浪漫 他说 他说 这头发打人真痛 我就马上拉铃下车 有没有 不想跟他们一起搭公车 就 对 就马上整个梦幻就醒过来 好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其实也不是一定要留长头发 好 反正总而言之 1997年我到香港的时候 我已经剪短了 就是跟现在这样 差不多已经短头发了 而且呢 香港是我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转型的地方 因为呢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害羞 非常内向 而且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的人 在意到不行 所以我是一个 極度自卑跟自闭的人 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很怕 别人会觉得我很可笑 或是很糟糕 我来香港 在97年以前一段时间 我等一下会捕述那段时间 我来香港 自己一个人住在湾仔 然后我就突然发觉一件 很奇妙的事情 那就是 其实你在香港做什么事情 好像不太有人会管你 也不太有人在乎你的样子 我那时候非常喜欢 在湾仔的春园街的茶餐厅 吃早餐 那时候的春园街非常有意思 因为那时候的春园街 是整片散落的街市 不像现在它有一栋建筑 对不对 所以摊贩都要在那个 建筑里面做生意 以前不是以前 是绵延好几条街 什么都有的卖的 我会在春园街的街市里头 我去买一杯 刚刚做好的豆浆来喝 那个豆味真的是很清纯很好喝 然后有一天我就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后呢 就找了大概有一大把的零钱吧 我就把那一大把零钱 就放在我的袋子里面 但是我其实是一个很迷糊的人 所以当我转身要走的时候 我的袋子一翻过来 我才发觉 我没有把那个袋子封好 所以我的袋子的口是开的 所以就一大堆的零钱 就啪 整个散落满地 我就站在那里 愣了一下 如果在台湾我会怎么做 我会走了 因为我觉得蹲下来 剪钱币是一件非常扣分的事情 但是到底是在扣什么分 我也不知道 就是自己有一种很奇怪的迷思 而且我那时候都是穿 就是类似这样子 那种长裙啊 然后很飘逸 我那时候还是飘逸的年代 现在已经进入厚重的年代了 以前是很飘逸的 然后在台湾我怎么可能 穿那么飘逸的衣服 然后那美美的穿着 然后蹲在地下 它是剪铜板 就觉得算了 那钱反正也没有那么重要 就算了 然后我今天就在想说 我到底要走 还是要留下来剪 那柜台收钱的那个阿姨呢 就这样探头看了一下 然后她的意思就是 清干净 好吧 既然已经被她注意了 我也不能讲到没事 那怎么办呢 又只好蹲在地上 可是你蹲下来 那裙子就会怕整个散开 对不对 这样会妨害别人 因为香港人最害怕 别人妨害地球转动 对不对 对 不能让我的裙子 妨害地球转动嘛 所以呢 我就非常粗俗的 把我的裙子整个这样子 摟进来 然后全部夹住 然后蹲下来 开始捡钱币 当你开始捡钱币之后 你就发觉 很多的人 进进出出在你的身边 没有任何人 care你在做这件事情 我就在想 反正我都已经捡了 对不对 既然如此 我本想说 把面前的捡一捡就好 我看她柜台底下都还有 我就 我想说 我既然都已经捡了 我就顺便把它也捡一捡好了 我就非常彻底地 帮她做了一个全面的清扫动作 把那附近方圆百里的东西 全部都捡了 但我再站起来的时候 我感觉到 我不同了 我觉得我再也不care别人的想法了 真的很奇妙的 所以我就觉得 哇 香港解放了我 多年来的 自我禁锢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什么是扣分的事了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反正没有人care你啊 而且只要你自己不care 其实没有人会care嘛 对不对 所以香港对我的很大的改变 后来我决定要来香港教书的时候 我就在想 大家都说 香港人很tough 所以我一定要让自己tough一点才行 怎么样才可以tough一点呢 就自己开始研究 研究结果我就发觉 当我穿上长裤的时候 我看起来就比较厉害的样子 所以呢 我就开始去穿上半身的剪裁 比较合身 然后底下穿长裤的 在我还算年轻的时候 还可以再穿点高跟鞋 那一穿上 因为我高嘛 我有1米68 再穿个几公分的高跟鞋 就超过1米70 再加上我不苟言笑 那看起来就很宝像庄严嘛 所以我就觉得 嗯 这样的造型蛮不错的 所以我是以一种很俐落的方式 走进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室 所以学生们看到的我 就说啊 这个人是写那个爱情小说的那个女作家 那个浪漫的女作家吗 就跟他们的想像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学生就说 他对我的印象感觉很不一样 我的穿着 我的发型 还有我做事的方式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工作起来很积极 很急躁的人 其实大家都被我的外表所蒙蔽 都以为我是一个很舒缓 其实我是一个很急的人 很多事情我要赶快做好 所以我由内而外呈现出来给他们的样子 他们就觉得很特别 但是他们又说了 还好你的身上还保留了一点 台湾女人的味道 是什么味道呢 她说就是一种滴滴妈拉了的味道 那什么叫做滴滴妈拉了呢 她说就是你们在讲话的时候 都会很软啊 我说很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啊 我说啊 这有什么特别呢 这很夸张耶 耶 就很开心 我就突然意识到说 对 其实我们台湾人讲话是比较 比较那个软一点的 我又曾经看过一个 那个记者 他就在分析说 台湾的偶像男明星 跟大陆的偶像男明星见面的时候 听他们讲话 马上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从哪里来的 好 比方说在谈养狗这件事情 好 那大陆的男明星就会说 最近养了一只狗 好 台湾男明星就说 哎 真的耶 我也养了一只狗狗 这样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语言 有没有 其实可以讨论的 就是说 为什么台湾人讲话 怎么 该怎么形容 蛤 这么嗲 这么娘 就是这么软 好吗 我们用一个比较中细一点的 就是比较软这样 当然跟我们的那个生存的环境啊 还有我们台湾人的审美观啊 还有什么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好 对 我现在 有点差题差远 主要就是讲那个 审美观讲 台湾跟香港都对于彼此的城市 其实是有一些 很奇妙的想法的 香港的学生常常跟我说 他们都希望有一天可以认识一个台湾女生 然后跟台湾的女生谈恋爱 因为他们觉得跟台湾女生谈恋爱 好像很幸福的样子 好 那我就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主要也是从爱情电影来的 对不对 因为爱情电影里面的那些女主角 永远都是非常的romantic 好像愿意为了她所爱的男人 牺牲一切的样子 所以觉得哇 台湾女生都好温柔 一头长发 然后风一吹来就这样柔柔的飘起来 不会打到别人脸上 然后男生跟他们说什么话 他们都说好啊 可以没问题 这样之类的 然后大家觉得哇 台湾女生真的很棒 可是在我这个年纪的 我很诚实的说 我是60年以后出生的 在我这个年纪的女生 我们在台湾生活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们好想跟香港乔生谈恋爱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香港乔生 这是一个政治的因素 在台湾念书 那时候我们看到了 香港男生那些巧生 都有几个特色 服装非常的时髦 然后经济条件很好 然后对女生还满彬彬有礼的 因为台湾的男人 比较有一点点大男人主义 当然今天在座的各位都不会啦 我是说一般来讲 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也是这样子 那香港男生呢 其实不是很用功 但是很会玩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 哇 跟香港男生一起玩 很开心 然后好多女生 跟香港男生 谈恋爱之后呢 香港男生就教会他们打麻将 喔 原来打麻将那么好玩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期望 有一天可以跟香港的男人 谈恋爱嘛 所以其实接下来我要讲的 我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时期 就是为什么会说是香港迷恋呢 其实就是因为一场恋爱的关系 大概有差不多将近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我的爱情是在香港的 所以那时候我的人就算不在香港 我的心也是在香港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 那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非常喜欢让我的情人 很香港情人 带我做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 好 那小伦当然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对小伦一直都有很特别的印象 在我少女时代 我们很喜欢读香港的爱情小说 那时候香港的爱情小说 在台湾特别有名的 有几位比方说伊达 延庆 有听过这些名字吗 我们那时候都大量的读他们的爱情小说 应该是伊达吧 曾经写过一个故事 我印象很深刻 他就有一个附加子 因为一场事故还是怎么样 他失明了 他的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暴躁 把他所有的看护全部都赶走 后来来了一个非常温柔有耐心的看护 当然是个女生 那个女生就非常认真细心的照顾这个男生 虽然他怎么感到他都不走 后来他们两个的感情就越来越好 然后呢这个男生就告诉这个女生说 现在据说 已远你帮我找到了一对眼角膜 等到我成功的换了我的眼角膜之后 我希望我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你 你可以答应我吗 你愿意吗 那女生当然他也很爱这个男生 他就很想跟他说愿意 可是这个男生的妈妈就找了这个女孩子来谈 说我的儿子对你的依赖太深了 但是你们门不当户不对 所以我绝对反对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所以等我的儿子进入手术室去动手术的那一刻 就是你必须要离开他的时候 于是这个女孩子呢 就哄男生说好好我会的 但事实上等到这个男生被送到医院的手术室的时候 这个女生就飘然而去了 这部电影后来 这个故事后来被拍成电影 现在名字我不太记得了 但是对是邓光荣跟珍珍演的 他们很年轻的时候演的 好啦我知道大家都不认识他们 我们都太年轻 每次到这种时候喔 看到脸上有人出现茫然的神色 就有点不太开心有沒有 对啦对啦大家都不知道我晓得 好然后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海底隧道 所以两边还不能通车嘛 就是要搭天星小轮 那故事就是发生在天星小轮上 就是这个傅家子后来恢复了他的势力 疯狂的寻找这个女孩子 但这个女孩子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面 所以这个男生就觉得很痛苦 然后他们他有一天就搭这个天星小轮 其实这个女生每天都在天星小轮上看到这个男生 因为他认得他嘛 但是他不认得他嘛对不对 所以他就这个女孩子就忍住 就是看到这个他所爱的男人 而不得不离开的男人 每天从他的面前经过 每天离开这样 哇我觉得真的是当时少女的我 已经被这样的爱所深深撼动了 我觉得哇爱就是痛啊 我没有什么奇怪的想法 就是爱就是痛 好然后有一天 那个船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有点晃动 所以这女生就一不小心就跌进了这个男生的怀里 就一定要这样子 对 对 就算本来跌在别人的怀里 也要赶快弹起来就跌到他的怀里 好跌到他的怀里之后 然后那个男生就握住他的手把他拉起来 就在握住他的手那一刻 因为那女孩子就很谨慎 他都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 他觉得他会辨认出他的声音嘛 握住他的手那一刻 他就叫出他的名字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女生的手上有一块胎记 以前那个男生失明的时候 都是那个女生去扶他對不對 好所以他就握他的手 所以他就知道他的手上面有一个胎记 所以当他再次摸到那个胎记的时候 他就喊出了他的名字 然后两个人就相涌而起 对 这就是天心小轮上面最美好的记忆 对吗 对 好 所以我就很非常的喜欢搭这个天心小轮 到现在也是一样 我觉得天心小轮已经行驶超过一百年 我觉得它依然是非常非常 香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很浪漫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现在对于香港最大的担忧呢 其实我觉得很害怕有一天填海填的实在太超过了 好终于把两边填在一起 好 等到这一天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天心小轮就会消失了 那那一天呢 我就会非常的痛哭 我是说真的 好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 真的非常感谢香港旧照片 这个Facebook 这是1993年94年时候的两岸 这一边是港岛 这一边是九龙 对不对 好看下面 这是现在的样子 好 两厢对照 你就可以看出 有哪一些建筑物是重新生出来的 有哪一些建筑物是重新整理过的 好 这就是 ICC 对 我以前就住在这里 我来工作的时候 我们是不得已的 因为我们是国家住外单位 所以 你必须要住在比较好一点的区 是有前辈这样告诉我 这样讲出来才不会 就是觉得 蛤 为什么你们台湾派来的人 会住在那样的地方呢 所以你一定要讲一个 听起来好像比较OK的地方 后来我就选了这里 当然那个房租自己要添很多的钱 可是我一直都说我不要住在这里了 但是我到处找了半天 而且很好笑 是本来旁边有一些 那个比较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房租也比较便宜一点 我去看的时候呢 我就发觉他旁边周围 这边都有那个地盘 就是工地 这也不是要盖那个高铁站 有工地嘛 然后我就跟陪我去的一个学生 就是我来这里 香港很多人帮忙 有一个就是以前东吴的学生 现在是东吴校友会的会长 那个他就说 老师这里不错啊 这里又很好啊 我就说 可是你看到没有 那里有地盘耶 那里有地盘不好 我不想住在地盘 他说好 他就走了 后来就有那个地产公司的人 就带我们来这一栋 叫做凯旋门 好 我就去凯旋门了 好 百万美景 海景 像我这种非常容易被外表说迷惑的 软弱的女性 完全没有办法抗拒那个 海景简直是美到 然后那个地产公司的人会讲话说 哎呀 你在买了这个地方 你住了这个地方就太合适了嘛 你是作家嘛 对不对 我告诉你就搬一个椅子 你就坐在客厅里面 作家一定要做的 你知道 你就可以这样正对那个烟花 有没有 他说我们这个是正烟花 不是那个旁边的烟花 这是正烟花 你就坐在那里看到烟花还数给我听 什么时候放烟花 什么时候放烟花 哇听起来真的是太美好了 我就完全没有办法抗拒 但是当我完全没有办法抗拒 就是我走在样台上一看 哟 就在凯旋门的 紧贴着凯旋门的地方 那里有个地盘吗 然后我想说 那不就是刚才那个 看到比较远的地盘 现在不就在地盘里吗 然后我就问了仲介一个 我就问了那个房产公司 地产公司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 我说 这里有地盘耶 不会很吵吧 那他就跟我说 不会啦 你住在23楼吗 怎么会吵呢 我说说的也是 刚好是礼拜天 没有施工 我就说 说的也是 我在这里 真的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我就租了 我就租了 然后隔两天就搬家了 然后光华的同事就陪我去搬家 进去了之后 房子里面很炎热 本来门窗都关着 房子里面很炎热 它是一个week day 就是有施工的日子 哎呀怎么这么热啊 主任 把门开一下啊 就把门打开 门一打开 呼 那可怕的声音 你知道吗 所有的同事本来进来都说 哇 这个view很好的啦 哦主任 你真的有眼光的啦 然后门一打开 所有人就 没有一个人在说一句话 然后过了不久之后 有一个忍不住的 有一个忍不住的同事终于说 哎呀主任你是被骗了吧 哈哈哈 你是人太好了 被骗了吗 对 我就是死也不肯住在地盘 因为我要 不肯住在地盘的旁边 因为我要住在地盘里面 哈哈哈 我就这样搬到地盘里面去住了 住了九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就住在这里 说真的 他白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吵 就带上很好的耳机 因为二十三楼根本就是第一楼层 你知道吗 凯旋门有七八十层高吧 所以二十三楼根本就是第一楼层 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四都不存在嘛 你知道在香港所有的四楼都不存在 每天白天那个声音之大 那灰尘之多 就是住在工地也没有错 但是我是个作家嘛 对吧 所以呢 作家其实是在从事一种诈骗的工作 就是诈骗别人要诈骗自己 我以前就告诉我自己说 白天这样的眼热 这样的吵闹 就是为了在天黑以后 工人都离开了 一片安静 我可以打开我的门窗 坐在我一定要坐对吗 坐在我家的客厅里 看 幻彩永相将 就是为了这个 那时候的宁静 那时候的安详 那时候如梦幻般的美好 是你完全无法想象的 如果白天没有那么长 怎么能够对比出这样的效果呢 还要再安慰自己 有没有 人生不就是如此吗 好 对 我就坐在这里了 那我要先说一下上面这一张 上面这张 1993、94年的时候 还在填海那时候 那时候甚至于连 湾仔的会展中心 都还在填海 我跟我的香港情人 坐在一个餐厅里面 面对一个正在填海的海景 我们正在谈 关于爱这件事 然后同时 在我们的身后 就可以感觉到在填海 很清楚的看到在填海 我的香港情人告诉我说 这里以后填好了以后呢 就会盖一个很漂亮的会展中心 然后1997年的回归 就会在这里盛大的举行 他一边说着 我一边看到那个地盘在动工的情况 那个海水一点点的退去 而陆地一点点的生成 但是我心里在想说 哇 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做 桑海 桑海桑田 我想 爱情也是这样的 桑海桑田吗 一切都这么这么快的发生 也会这么这么快的结束吗 对 我就是这种人 非常的多愁善感 我是这样的 没错 就像我们此刻现在居在这里 感觉这么的美好 但是我是很清楚的感觉到 时间从我生命里面经过的 那样的人 所以我就已经马上可以想像 再过一个多小时之后 这个地方就空了 大家就各自散去 下一次我们还会 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哪里 各自变成什么样的人 再次见面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难说 然后这一刻 这个对我来讲就会变得非常的贵重 因为它永远都不可能再出现 而且它正快速的在流失之中 那我们那时候就看着我的情人 在讲香港的未来 然后看着我们身后的 一点一点在改变的景物 同时也在思考 关于爱情这件事情 所以这张照片对我来讲 意义也很特别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要先说 有人知道这是哪里吗 是哪里 石堂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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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石堂嘴吗 看过烟枝寇吗 对 我们后来啊 后一波 就继成龙之后 我们这些那个 所谓的文青吧 我们对于香港的认识 其实很多时候是从李璧华的小说来的 烟枝寇 烟枝寇 当时 找到了 两位我们眼中看起来觉得 美得不得了的香港的明星 来演那部电影 张国荣跟 梅艳芳 对 在我眼中看来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物 就是美到不能再美的人 绝美之人 他们演的这个电影 然后这个 这个是 也是同样的那个Facebook上面提供的 就是石堂嘴 就会想象到 十二少跟如花 他们就在这种楼上了 弹琴 说爱 无法抗拒现实 强大的压力 最后被棒打鸳鸯 而如花 就一口一口的 为他自己跟十二少吃下了鸦片 对不对 然后十二少活了 如花死了 从此跟他的鬼魂 就一直飘荡在这个地方 永远在等待 并且寻找他那个 没有信守承诺的情人 好 那 这个就是 我对于香港的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印象 就是在石堂嘴 也是一个绝美的爱情的一个印象 所以那时候呢 也会坐电车去石堂嘴 好 想去寻找这样子的建筑的感觉 但是那个时候 我一九九几年的时候来 已经没有了 这些都已经没有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我对这一段道路的感情是非常深的 这是在哪里 海啦 海湾仔啊 我呢 就住在这里面的某一条巷子 一条街 那条街走进去之后 就可以通到我刚所说的春园街 春园街就是My Playground 就是我非常爱的一个街市 我所住的那一条街呢 叫做太和街 它很小 可能没有什么人知道 好 我住在太和街上 的一个service apartment里面 这里有一个叫旗站茶行 它一直到现在还在 而且它的招牌到现在还在 其他的几乎全部都改变 这张照片是合成照片 它的左边是旧的 右边是新的 它是把旧的跟新的混在一起 我觉得它很厉害 它mix非常的好 你看这是旧的电车 这是旧的街道 旧的人们 而且很妙的是 这个是旧人 那是新人欸 新人走过来 就变旧了 哇这完全穿越 真的非常的厉害欸 龍门欸 有人吃过龍门吗 有喔 我在龍门盘旋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它后来消失了 我觉得很难过 这就是我当时在恋爱之中 进出 湾仔最常走的一条道路就是这 那时候再走过来一点 那边还有一些电影院 还放了很多三级片 其实台湾人有一段时间 对于香港的认识很印象很深刻 是三级片欸 有一段时间 香港是盛产三级片的地方嘛 对不对 到现在不是还有一些很经典的明星 如邵茵茵吗 以前是很多台湾男生的梦中情人喔 那时候很多 香港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电影院 在我来之前 我来访问了香港的一个画家 他也是一个作家叫肉 他做了一系列的作品 叫肉肉熊系列 他有一个就在讲香港嘛 他就有谈到说 他们青少年时期 就受到三级片的启蒙 就有被启蒙就对了 这是很重要的健康教育课 所以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湾仔这个地方 这条路叫做装饰蹲道 对不对 好下面 都还并去啊 修盾球场在后面 欸这是水冰欸 是不是 应该是英国的那个驻军吧 我在猜想 然后这就是以前的那个旧时代的人 还有人穿旗袍在路上走 很特别喔 好那时候就有盖这么高的楼了欸 保济丸 这是我们以前来香港一定要买的 保济丸 是非常好的伴手礼呢 这是现在的 这也是一个合成的照片 合成的 非常好 这也是我以前常常就是在恋爱的时候 自己一定要在路上走来走去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一直说我在香港恋爱 可是我一直强调自己一个人走来走去 对不对 到底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自己一个人走来走去的人 而且基本上呢 我根本就觉得恋爱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 好 所以就算是我在香港 因为我的香港情人 我来香港 但是在很多时候 我都还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而且我非常的enjoy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呢 我在我的小公寓里面 就是那service apartment里面 我会自己 因为我不是比那个村园街很近吗 我就会跑到村园街的街市里头去 买一些菜 然后回来之后呢 就会做一个晚饭 午饭 给我的那个香港情人吃 他就从他的办公室就坐地铁过来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 吃完饭之后的时间差不多了 他就去上班 然后我就知道他要离开了 然后呢我就算他大概差不多走到楼下了 然后接下来他就打开大门了 然后他就走到那个太河街上 香港的建筑有一个特色 就是好多窗户 对不对 然后我就大概算到他差不多走到那个太河街 我就立刻站起来 就跑到那个窗户去 就看到他穿着白衬衫的身影 就沿着那个街道就走 然后我就 因为好多个窗户 我就沿着那个窗户 就这样一个窗户一个窗户一个窗户 去追踪他 就看到他这样子 一路这样走走走走走走 然后就走到装饰蹲道上 然后就看到他跟很多人一起站在那里 等待红灯 我就在那个窗户那里看着他 但是我当然不会叫他 我就只是看着他 站在那里的背影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 我做了这么可怕 类似追踪狂的事情 但是我每一次他来这里吃饭 我都会这么做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 我就好像他身边的风一样 然后我就在他的身边 然后看到风吹过去 他的那个白色衬衫 就有点膨胀起来 然后阳光就照在 因为中午嘛 阳光照在他的白色衬衫上面 形成了非常美的反光 在那宇宙天地之间 他是对我而言唯一的明亮 这太夸张了 可是没办法 那时候我是那个 充满文艺气息的 不能说是美少女 我在想我应该怎么形容我自己 就充满了romantic的 想像的女作家好了 然后最后我就看到 他跟着一群人一起过马路 然后走进那个地铁站 那里就有一个地铁站 走进去 我的最后一扇窗户 就是正好可以看见他 走进地铁站 跟着人群也走进去 然后越走越黑 然后地铁站的黑暗 完全吞噬了他 然后我在那里 心中充满了离别的情绪 所以我说的根本就是 我一个人的事 有没有 人家只是回去上班 是有什么问题吗 可是我就觉得 哇就是每次都要来这样子的一次 就是自己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就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在街道上 到处行走这样 好来看下一张 哦 这个是 这个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的一件事情 谢谢 当我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看到的河昌大鸭是这样 我每天都会从他的门口走过去 走过去之后 我就会故意过到马路的对面 站在对面抬头看 看什么 有什么好看的 哦 看一下安养院 再看一下 哦 河昌大鸭 哦 那里还有个中青会 我再看得去窗户 大家看一下 但是现在重新整修叫做古迹活化 之后的河昌大鸭 它里面充满了一些昂贵 但是不太好吃的餐厅 我讲了实话了吗 很昂贵的 但是不太好吃 好 呃 你看 我觉得以前非常美 是美在他很有生活的感受 你看他的每一个窗户的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你看你看 是不是都不一样 我觉得他就充分表现出了 香港在不同时期的窗户的美学啊 那窗户是什么 香港人非常多的窗户 香港人住家很重视窗户 香港人有发现 你们自己是非常重视窗户的吗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香港人这么重视窗户 窗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窗户的意义是一种 我们在里面的人 往外面观看这个世界的 方式跟角度 对不对 好 我觉得香港人是很喜欢去看 外面的一些事 虽然不见得要参与 但是很喜欢观察 那 那时候我就好喜欢看 这个是哪个时期 那个是哪个时期 这时候流行绿色的窗子 那时候可能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 这个窗户很特别 这里 还有那个上面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植物 那些植物都被种植挺好的 反映出香港人不但人活挺好 植物都很滋润 那种小树民的生活感 我觉得这是香港那时候带给我的很强烈的一种感觉 可能每个人都不太管别人的事 但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料理的挺好的 然后我觉得也不用谈太多那个什么 伦理道德啊 什么品格啊 什么都不用谈公益啊 什么都不需要 但是就有自己的生活的哲学 有一段时间呢 香港有一个新议程电影公司 拍了一系列的电影 在台湾演出 那时候很轟动 我们很多人都去看新议程的电影 我记得有一次呢 就看到那个泰迪·罗宾跟林子祥 他们演了一部 比较好笑的那种抗日的片子 然后呢 好像是泰迪·罗宾 好像是林子祥去找泰迪·罗宾帮忙 那个细节我不记得了 反正就是说 这是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啊 他攸关我们国家民族的存亡 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加入 然后那个 泰迪·罗宾听完之后就说 哦 听起来你说的很重要啊 那请问我有什么好处呢 那林子祥就说 话不是这么说 你只要能够把国家救起来 我们每个老百姓就可以安静了 我们的民族就可以继续发展 这不是很有意义的是吗 泰迪·罗宾说 哦 那我的好处是什么 然后那个林子祥就跟他讲一大堆 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所以将来所有的人都会记得你 你就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泰迪·罗宾说 哦 这就是说我没有任何好处 其实这也是我对香港人很特别的一个印象 就是一个记忆 我觉得 哇好酷哦 因为你知道台湾人都不是这样想事情的 哇 因为香港人是这样想事情的 就所谓的好处就是 到底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给我什么好东西 没有 没有的就是没有 你不用跟我讲一大堆有的没的 对不对 那些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听我实际上能拿到什么好处 这样子就够 这也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啊 对吗 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独善其身 但是以庄子的说法 以道教的说法来讲 当每一个人都能够独善其身的时候 我们也就可以奸善天下了嘛 就这个社会之所以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因为大家都很难独善其身 就善不了身嘛 我善不了我自己 我只好把你也弄得不善 大家都很悲惨这样子 所以其实 对 这是香港人的一种奇妙的 但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很有启发的生活哲学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 电车的原始的样貌 每次只要是我担任朋友们的导游 带着朋友来香港游玩的时候 我一定要带大家去搭叮叮车 我觉得叮叮车就是一种 非常能反映出 以前的香港的人 曾经拥有的生活的步调 我相信香港不是一开始 就这么繁忙的 这么拥挤的 他也曾经有过一些 比较幽远的情怀 那么叮叮车跟天心小轮 在我看来都反映出 这样子有生活的情怀 尤其以前叮叮车就是便宜到不可思议 我做过一块钱的 还有人比我做过更便宜的吗 没有人敢承认是吧 我了解 我们大家都要有点心机来心痛 我做过一块钱是觉得不可思议喔 那个时候小孩子好像才多少 七毛还是五毛之类的呀 然后现在现在多少钱 两块三 两块三 对不对 还是很便宜不是吗 因为你可以坐到任何一站下车啊 那从港岛的第一站一直搭到最后一站 要超过一个小时吧 对呀 才两块多耶 在这样子的一个香港 竟然会有一个这么便宜 这么实惠 而又这么棒的一个行程 简直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欢 对不对 好 好 再看下一张 对 这都是我后来请香港朋友帮我拍的 香港的电车 因为香港的电车呢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每次来香港都会有一些媒体朋友 跟我进行一些采访嘛 然后他们后来就会说拍照 你喜欢去哪里拍照 我就会说湾仔 因为在我还没有来香港光华工作以前 我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湾仔 我就说去湾仔啊 去春园街市 常常呢 每次拍完以后呢 记者就会要求说 那张小姐 你可以站在电车道上给我拍一张吗 电车轨道这样 然后我就说 啊电车轨道可以站吗 他说可以的可以的 我就去站 我记得很清楚 1995年的时候吧 94年的时候 当时亚洲周刊 他们访问完我之后 就强烈要求我 站在电车的铁轨上 而且是电车快要进站的时候才站 对 他就说 其实电车已经距离我相当近了 然后我还要站在那里摆出一个那种 什么pose 就是一副 我不怕死那种感觉 然后一拍完之后 他们就过来拉把我拉开 因为那个电车已经当当 那电车里就很 司机大家都很发火 就当当当很用力 在那边按那个铃 我还在那里摆pose这样 而且拍了好几张才拍成 我印象很深刻 后来几年之后 有一次我忘记 我要接受什么访问 依然要求我 站在电车的前面拍 或许是我人生最后的一张照片 对 好 那有一次我又是被要求 站在电车轨道上拍照之后 他们就说 这一次他们要找一台电车 是没有任何广告的电车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很难等 于是我们就开始坐在街边 等那个没有任何广告的一台电车 当时是8月 非常热 就是我觉得香港最热的时候 就是那一段时间 我们就站 还好那天没有出大太阳 但其实没有出大太阳 也是很闷的 对不对 坐在哪里就是 汗柔雨霞 我脸上有戴妆的 我都觉得我的妆都快要被我的汗给冲光了 我在想说这是一个阴谋吗 故意要拍出我没有妆的样子吗 等了很久 竟然没有等到一台 一台都没有 然后那些年轻的记者就叹气说 唉 你看张老师 那时候我已经从张小姐变成张老师了 你们可以感受到其中的优微吗 对 就是说他们不能称你 本来称你张小姐 现在不好 一直称你张老姐 就称你张老师 所以我现在不管从哪里去 我都是张老师 我非常喜欢这种 听起来没有太大的 刺激性的一种称呼方式 他说啊张老师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香港 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消失了 连一台没有广告的电车都找不到这样 然后当时我心里想说 你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这些电车还蛮美的啊 我自己觉得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为什么香港人不来办 本来香港的电车上面有广告 已经是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命运了 为什么我们不来办每一季 或者每多久 我们就来办一个 你心目中的最好看的 最漂亮的香港电车 就是说这半年我就觉得 这一台电车是最漂亮的 电车现在都有编号嘛 对不对 把它编号记起来 然后我们就来看 到底是哪一个广告商是他做的 我相信如果有办这样子的活动的话 以香港人增强好胜的心理 一定会愿意把香港的电车 变得更漂亮 甚至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旅游的时候的一个很特殊的场景 对不对 观光课也可以来参加票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那我们看电车上面的广告 真的是各式各样都有 我们来看下一个 好 这个是观光的那种电车 这是外国人非常非常喜欢搭乘的一种电车的样子 我之所以把这个这张照片放出来 其实我这上面看到了一个号码叫做1904 它是不是告诉我们说香港电车是从1904开始的 真的齁 真的是齁 对1904年开始的 所以我们就说它真的是非常古老 好来再看下面 好 这个 正货不能夹 黄道义 我特别拍下它就是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 哪怕到现在都是一样 香港的药品 对台湾人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都常常要拜托 我们小的时候都拜托 那个朋友到香港来玩的话 要买什么 这姑菜啊 什么 肥宅水啊 是吗 有喝过吗 没有喝过 没有喝过 这样可能有很多很神奇的东西 好 保际丸当然也是其中的一种 对 还有什么万金油 火镖万金油 有没有 哇 这是充满了神奇药物的地方 好 就是香港 好 来下一张 啊 这是我最近看到 我觉得 最漂亮的一台电车 它是那个Paul Smith的广告 可是我才不管它是什么广告呢 最重要的是 可以把一台电车变成粉紫色 上面充满了各式各样彩色的菇 这实在是太可爱了 好 我就觉得好漂亮喔 如果是我搭这台电车 多开心啊 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用太负面的眼光 去看待那个商业这件事情 其实商业也可以很美好的 而且人没有商业 人类社会没有商业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排斥它 美化它就可以了 好 来下面 哦 这是为了要看这栋大楼 有一次我来香港旅行的时候 搭乘电车 我最早从电车里面 我刚好就坐在这个前面 我就看到这栋大楼 我就把它拍下来 我就把它放到我的脸书上 很多人上去 按讚讚讚讚讚讚 按完之后就有人说 啊 张老师 你果然是作家 没有错 我们自己住在香港 我都从来没有注意到 在湾仔 有这样一栋美丽的大楼 说真的 人都是需要赞美的 对不对 在那一刻我听到这种说法 心中实在沾沾自喜 觉得可 是不是我就是作家 后来 后来有一天 我在整理旧照片的时候 我赫然发现了一个真相 那个真相是什么呢 就是前两年 它根本不是彩色的 对 它就是一栋很普通的旧大楼 它是这两年才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被重新修饰之后 变成了这样美丽的东西 就是一点会心 一点巧思 就完全改变了它的形象 就让这个城市有更多的美好 所以其实香港人是无时无刻 可以给我们惊喜的感觉的 就在这里 所以我的幻想自我催眠也就幻念 所以说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作家 没什么了不起 好 我看下面 好 这是我第一次搭电车的时候 我坐在比较靠后面的位置 电车停下来 后面一台电车也停下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吓到惊叫出声 因为电车跟电车的距离 是如此的靠近 这个在台湾是不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要保持那个安全距离 好 结果原来香港的电车 是不用保持安全距离 基本上就是一个紧紧黏在一起的感觉 第一次看到都那么逼近 就很害怕 都会撞上 会撞上 然而它并没有撞上 我常觉得这也是香港好神奇的地方 就像是我以前来香港的时候 都不辞辛劳 我一定要去搭一个巴士 在那个交易广场 搭双层巴士前往去住 然后我一定要选择坐在那个二楼的位置 第一排最靠右边 为什么 因为当它开始进入山里面以后 它就会 司机就会以非常快的速度 沿着那个海岸的那个悬崖的那个公车的那个车道这样 每当它旋转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一种错觉 觉得下一秒钟就要进入海里了 然而并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哇 那太刺激 然后太棒了 我就很喜欢 每次有时候我带朋友 就一定要选那个位置坐 然后要享受那种 我快要灭亡了 欸 结果又活过来 那种感觉 每次转弯都是一次重生 这就是在香港可以体验的美好滋味 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一个香港朋友说 我觉得你们香港的那个司机真的太厉害了 很会开车 我每一次坐那种 我就跟他形容这个车子 我都觉得我快要完了 我快要完了 可是结果都没有发生事情欸 他就非常淡漠的说 对啊 没有发生就没有发生囉 发生了也就发生了 哇 只可以这样豁达的吧 好 来 下一张 好 这就是常常在那个电车上可以看到 切割完成的一幅又一幅的香港美景 好 来 下面 哦 这个是我最初搭乘电车的时候的感受 就是 他的车顶还有他的车身都是木头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 现在很多电车重新remodel过之后 他的车身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我觉得很可惜 以前电车对我来讲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 比方说我印象很深刻 以前的电车的车站是没有站名的 现在都有了 还有路线图 以前因为没有站名 所以我在搭电车的时候都觉得 我都很骄傲的跟我的朋友说 只有香港人才会搭电车 因为只有香港人才知道在哪里上车哪里下车 我说外地人都不会知道的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来这里工作的时候 每次都很自以为是的 都要带我的朋友去搭电车 我说不行不行 要我带你去 不然的话你就不知道哪里上车 不知道哪里下车 有一次我就真的带着我的朋友去搭了一段电车 后来因为临时光华这边有事情 我的午餐时间差不多结束了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等下算一算 再过三站你就要下车了 我说你不要这边乱搭 你这样子会迷路很危险什么 然后我就回公司 就我说你如果需要第二天跟我联络 他整个第二天都没跟我联络 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 他要走打个电话给我说 那曼天老师我们要回去了 非常谢谢你的款待 我说不客气不客气 那你们昨天去了哪里 他说我们觉得搭电车 太好玩了 我们昨天整天都在搭电车 我说整天搭电车 你们去哪里 他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厉害 你们为什么知道该在哪里上车 哪里下车 他停了一下以后说 不是都有站名吗 还是繁体字的 然后一下去就说你是不是字吗 这样 后来我就发现不但有了站名 还有了路线图 画得非常清楚 可是我早年搭电车的时候 这是没有的 那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对 好 所以我其实有点惆怅 因为我再不能告诉别人说 只有香港人才知道该怎么搭 对不对 现在电车更过分了 我上次搭过了一个新的电车 他上面进来跑站 你下一站 什么 什么东边街 可以这样子吗 太犯规了 这样怎么可以 这样完全不能产生任何排斥作用 就没有独特感 好 这是以前的 那个我们看到的 这是我在后头那台电车 拍前面的电车 可以拍到这种程度 再次证明 香港电车是没有距离的 这前面一台车耶 可以拍成这样子 这么清楚耶 很夸张 好 我们再看下面 在哪里 洗澡街 在哪里 有没有 你看他的右边 是不是都是澡堂 是吗 应该不会有人告诉我 你曾经在这里洗过澡吧 好 这条街 有没有人知道哪一条 谁可以说得出来 我送你一本书好不好 然后我们给三个机会 尖利利 尖利利 不对 您不算一个机会 好 我们先说 你觉得他是港岛还是九龙 一定是港岛嘛 哎呦 好无聊有没有 给了大家又完全没有帮助了 湾仔啊 很接近啦 接下来不要集体答题好不好 有没有集体答题 我没有那么多书可以送你们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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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軒泥師道 還有人家叫什麼 生計啊 是不是 生計也是對不對 也是軒泥師道 我後來還看為了軒泥師道這個名字 我後來還特別去看了一部電影 就是張學友跟那個湯瑋一演的 月落軒 月滿 不是月落 月滿軒泥師 其實還滿好看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好 剛剛講到那個死死森林那件事情 以前可能香港是死死森林 可是其實現在香港已經不是死死森林 我覺得現在香港真的是玻璃之城對不對 全部都是玻璃 所以昨天還跟香港朋友說 推薦你去看一部電影叫玻璃之城 因為香港就是一個玻璃之城 我就覺得那個玻璃之城 對於我所鍾愛的老鷹是一個很大的強害 在這裡再講一個可能有朋友聽過的 我和老鷹的那個恩怨情 沒有恩怨情 愛 愛情故事 我跟老鷹的愛情故事 我剛來香港工作的時候 我住在北角的一個旅館裡面 那個旅館呢 就是海域 還有很多很多的玻璃對不對 然後我就住在一個最靠近最角落的地方的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有一天我在睡覺的時候 我就突然間聽到了 我的玻璃上面發出了很大的撞擊聲 砰這樣子 就嚇了一跳 然後說 算了 難道是蜘蛛人嗎 這樣 然後醒來之後我就去把那個窗戶打開 把那個窗簾打開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繼續睡 後來有一天 醒來他在那裡就 看到遠方有老鷹 正朝向我的窗戶飛過來 因為香港本來就有很多老鷹嘛 這個我們都知道 而且香港的老鷹是我的最愛 我很愛 我寫過了 好 香港的老鷹 好像一直飛一直飛 越飛越近 我想說你今天是沒有 不需要踩煞車嗎 那在想的時候那個老鷹呢 就以一種義無反顧的態度 就砰撞上我的窗戶 然後啪就摔下來 然後就翻了一下 然後就站起來了 就站在我的窗台上面 就站了一下 然後我就看他 我就很驚訝說 哇 太耐摔了 他也看我 然後過一會兒就正式飛走了 誰都不知道 那就是我和老鷹的一見中情 好 第二天他又來了 在我的窗台上留下了一條小魚竿 不知道他去哪裡偷的魚竿 就放在我的窗台上送給我了 有沒有很感人 後來他就真的把他放到那裡了 放了一陣子 後來才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是被那個清潔工人還是什麼 拿走了 就這樣子失去我的定情物 我跟老鷹之間的定情物 我就很愛把這段故事講給別人聽 就說你看香港對我多好 不但香港的人很喜歡我 就連老鷹也這麼愛我這樣 我說我也好愛香港的老鷹什麼什麼 然後有一天有一個教授 越常常聽到我講老鷹的事情 他就問我說 欸 張主任 最近你還有看到老鷹嗎 老鷹還好嗎 這樣我就說沒有啦 我現在搬家啦 我現在搬到地盤啊 所以老鷹 老鷹都不來探訪我啦 他就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香港為什麼這麼多老鷹啊 我在想說 哇這個香港教授 肯定要給我一個很Romantic的回答對不對 他說 我說不知道 他說因為啊 香港的老鼠啊 又多又肥啊 想說 哇你真的是香港人沒有錯欸 你一定要這樣戳破我的美夢嗎 對 好 所以我就常常在想說那些玻璃帷幕 對老鷹來講應該是造成了蠻大的傷害吧 因為我相信他絕對不是只在撞我的玻璃而已 好是很辛苦的事 好我們再看下面 大家一起回答喔 對啊 星光碼頭 對不對 這是那個天星小輪下車的 不是下船的地方 哇他以前是這樣子的欸 好酷喔 這是人力車嗎 對以前的那個渡輪下來之後 排一排的是人力車 現在這邊排一排的是公車對不對 是巴士 對這就是以前的那個尖沙嘴的碼頭 好我們再看下面 這個不用猜 這個太簡單了 這個真的不要猜 這個太簡單了 所以我覺得好驚喜喔 都原來以前那個 以前的那個清真寺是長這個樣子 其實也還蠻優美的對不對 然後旁邊這邊都是綠樹 然後看到你 這好像是外國人 可能是英國人吧 他們悠閒的 好像還撐了一把小陽傘 在這裡散步 就是非常非常美麗的樣子 其實現在也還不錯啦 只是現在尖沙嘴變得非常非常的擁擠 比以前都還要更擁擠了 好 下一張 我要說的是什麼 就是說 很多人都跟我說 香港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地方 好 我來這裡光華這裡當主任的時候 更聽到很多的香港朋友都會跟我說 香港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地方 可是其實從我第一次來香港旅行的時候 我就不覺得香港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地方 就以地鐵站來講好了 我覺得能夠把中文 尤其是繁體中文跟書法 這樣子來運用 形成一個地鐵站的特色 這種做法是非常文化的 我覺得是非常有審美觀的人 才會做出來的事情 下一個 炮台山再來 北角 不同的顏色的色塊 配上不同的書法字體 集中的表現在港島的地鐵沿線 我一直很好奇想要知道 到底是誰想出來的這個 非常具有文化創意的一種做法 大家都在講文化創意文化創意 很多時候的文化創意 是表現在很小的地方固然可惜 但有時候把這種文化創意 可以發揮在大的地方 其實它所造成的效果是更令人感動的 我覺得香港人很知道怎麼樣去運用這件事情 而且你們運用得非常好 可是只是因為我們每天都進進出出 所以我們就習以為常了 習以為常之後呢 就沒有辦法感受到自身的美好 那是我那時候常常跟香港朋友講的 還有就是我覺得香港人很有幽默感 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件事 在我來香港光華工作之前 好多人都提醒我 要特別注意 他說 因為我以前就是 就是我剛前面跟大家告白過了 我就是一個非常自閉的一個作家 而我的生活裡面大概就是 你知道嗎 就連談戀愛的時候 都自己一個人走來走去有沒有 所以其他的時候更加是 完全沒有社交生活 我是完全沒有社交生活的人 我就是喜歡跟自己喜歡的朋友啊 工作夥伴啊在一起混 其他的時間就是跟父母親在一起 要不然就是自己一個人 其實我自己一個人的生活非常的享受 很開心 然後我要來香港啦 有些朋友就警告我啦 就說你去香港你要很小心喔 因為你現在已經不再做你自己的事情了 你在做這個台灣有關的事情 然後你要去應付的 也不只是作家而已 你要去應付的是香港的媒體 然後接下來他們就說 你知道香港的媒體是什麼嗎 就是狗仔隊這樣 好像很恐怖喔 然後接下來他會說 你看台灣現在的這些媒體的亂象 都是因為香港的狗仔隊弄出來的 不然的話台灣以前怎麼會是這樣呢等等 想的很可怕 就覺得你好像 我覺得我好像來到香港 就是每天都要應付狗仔隊的感覺 後來我來香港幾天之後 我就在同樣的這個場地 當時就舉辦了一個台灣樂 因為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參加過台灣樂 就舉辦了一個台灣樂的記者會 同時也是我跟香港媒體朋友的記者會 那天很多記者朋友都來了 大家都非常的友善 然後呢我就有跟大家講說 我要來香港的時候 我的朋友就很聽我擔心就說 哎呀你怎麼敢去香港那個地方啊 你連廣東話都不會講 然後我就說 誰說的 廣東話我會講啊 你會講什麼 我會講 左邊的廣東話 那天的香港媒體朋友就像你們一樣的大笑了 結果那一刻我就覺得說 根本不用擔心 因為香港人很幽默啊 連我這種幽默大家都可以體會 可是很有幽默感啊 而且很善意啊 所以有什麼好怕的 結果後來我真的在香港遇到 好多媒體朋友都非常的好 我甚至於常常認為說 如果台灣的媒體人 看到香港的媒體人的工作態度 應該會覺得很汗顏才對 因為其實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 我覺得台灣的媒體 這些年來下降的非常的快 你知道他們訪問我的時候 是怎麼訪問的嗎 年輕一代的人訪問我的時候 會訪問我說 那老師那請問你的成名座是哪一步 我正在想說 那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誰啊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訪問的人是誰啊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對 或者是說 其實我在台灣辦了一個小學堂 已經辦了十年了嘛 很多人都知道 就現在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我在寫作 但是都是張曼娟小學堂嘛 對不對 結果有一個記者他也是來訪問我的時候 他聲稱他已經對我有了很多的了解啊 什麼什麼 然後他坐下來之後 我們結果講到什麼事情 他就問我說 那那曼娟老師 你現在寫書啊 你都比較不寫長篇小說了 你可以說明一下是為什麼嗎 我說 我覺得自從我有了小學堂以後 我真的比較沒有大塊的時間 可以坐下來寫比較多的作品 我知道這個是我在創作上面的遺憾 但是我說人生你本來就要選擇 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花很多時間去做 因為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還好我覺得我沒有什麼遺憾 因為我覺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義這樣 他就開始陷入苦惱 小學 您說的是哪個小學 我說不是 不是小學 是小學堂 張曼娟小學堂 喔 所以他是一個小學嗎 不是 他是一個學堂 喔 學堂 所以他是做什麼的呢 我跟他講 他不是交溜兵的嗎 很氣 很氣 有沒有 你不是說你花了很多時間 你不是花了很多時間研究 你就讀了很多資料 你 這不是你的工作嗎 你為什麼 會問我這種問題呢 就很抓狂你知道嗎 然後我昨天在這個同樣的場地裡面 遇到一個香港記者的女孩子來訪問我 然後一坐下來就馬上 就是馬上可以彈入那個事情的核心 然後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曼天老師你小學堂已經做了十年了 你怎麼怎麼怎麼樣 我其實有一點驚訝 因為我根本沒有告訴他說 小學堂你做了十年了 我想說 他怎麼會知道我的小學堂已經做了十年了呢 但是我還是繼續跟他聊都聊 都聊完了走出來之後呢 那個香港電台的女孩子看到了我的同事 他就跟我的同事說 你是不是某某某 你大概已經不記得我了 他說我十年前曾經到小學堂做過訪問 我是特別飛到台北去訪問你們的 我就 我們就嚇到了 這是 然後我說你那時候為什麼要來訪問我們 他說因為我做的節目是跟文化和經典和閱讀有關的 我發覺 他說我在找資料的時候 我發覺港台兩地 很少有人在做像你做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很有興趣 所以我利用我的私人假期 飛到台灣去跟你們聯絡 我很開心你們願意在小學堂裡面讓我訪問你們 所以我就去訪問了你們 所以我記得我算一算已經十年了 所以我就問你 十年來了你什麼感覺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就像是我那時候在辦活動的時候 常會邀請很多的作家 比方說黃春明老師啊誰啊誰來 每次只要發給媒體 說我們邀請了誰 你們媒體有沒有興趣來採訪 當然每一個作家都會有好多的媒體爭取 來做採訪 每次我們都覺得作家朋友都很累 比方說黃春明老師來的那一天 他在空中盤旋了一個多小時下不來 因為當天剛好有很大的那個下暴雨 所以他就盤旋 他來的時候臉色都有點發青這樣 因為盤旋很久 然後黃春明老師年紀很大了嘛 七十幾歲了 不能說很大 就有一點年紀了 我真的不能說黃春明老師年紀很大 因為他走路比我還快 所以 對我不能說他年紀很大 我說他有一點年紀 比較熟年這樣 然後 就喔 好幾個媒體在做訪問 我們就一直覺得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因為他等一下還有演講 我們就一直幫他控制時間 一直控制時間 然後覺得實在不行了 因為已經超過半個多小時了 一個小時 所以他非常沒有禮貌的去把門打開 這個很做作的跟那個記者說 欸現在進行的怎麼樣了呢 然後黃老師你還好嗎 其實的意思就是說 一定要繼續講下去嗎 類似這樣 一般來講可能受訪者都會覺得 喔真的好累喔對不對 那你幫他解圍他可能就會說 喔時間差不多了 可是我看到的是 黃志明老師閃閃發亮的臉 非常的開心 他說 啊沒有問題 你不用擔心 我們還要聊 喔好 我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其實我很清楚知道 在台灣啊 很多媒體 早就已經失去了 對於很多作家的採訪的興趣 甚至於可能對很多作家根本就不認識 這是真的 所以就兩相比較之下 我就會覺得 其實香港不要說是別的 就連大家都以為只有狗仔隊的香港媒體 其實他們是做的這麼精道 這麼認真 我常常被他們的精神所感動 那很多各行各業的 我看到的香港的朋友 都常常會給我這種覺得 哇好感動喔的那種感覺 來我們再看下面 這次呢我訂了這個題目 我的香港迷戀 其實當然是有原因的 從我2011到2012年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有感覺到香港有很大的不同 其中一個部分是 大家開始對我們生長的這個環境裡面 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覺得不是那麼的滿意 覺得有點無能為力 覺得充滿了壓力 那時候很多朋友問我說 你來香港這邊工作 是不是想要藉由很多的活動 讓香港人更加的發現台灣 或者喜愛台灣 我說其實不是耶 我是好希望可以用一個台灣人的眼睛 跟香港朋友一起去發現香港的美好 重新去認識香港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那這次來這邊講這個題目 是因為我覺得過了兩年 我有感受到我的香港朋友們的情緒 好像又更低落一點 而香港人想要尋求自己的未來 跟香港人集體意識的意念又更加的強烈 那其實很多事情已經無法再回頭了 那只能繼續往前走 那我們都知道政治是眾人之事 政治最難的地方就是智慧 怎麼樣去用更有智慧的方式 更和諧的語言 讓大家的情緒可以安頓下來 甚至於讓一些衝突可以變得更少 更小 更加不重要 我覺得這個非常緊要的 考驗著香港人與中國政府的智慧 所以其實在我看來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正是香港最重要的一個時刻 也是奠定香港未來的一個最重要的時刻 在很多令人感到失望的時刻來臨的時候 我們永遠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香港有最好的人 其實香港人是非常好的 香港人的質地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只要人好 事情就好 事情好了 東西也會好 香港有很多其他世界各地沒有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跟大家分享這個影片 這個人叫陳南路 他是我來光華工作的時候 對我們非常善意的一個好朋友 我認識他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有趣的人 是因為他有一次跟我聊天的時候 他說他以前在港龍 他國泰跟港龍工作過 他就在講說他在港龍的時候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跟那個哈根達斯冰淇淋談判 然後讓他們願意為港龍做很小的那個冰淇淋 然後讓乘客可以吃到那個很小的冰淇淋 其實我對那個冰淇淋是有點抱怨的 就是說那個冰淇淋是很小沒有錯 但很小不是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是他很硬你知道嗎 他的問題是從你拿到到你下飛機他還沒有融化 你明白嗎 你就覺得很想拿冰淇淋打人的感覺 這是不能吃嘛這樣 但是當然不是所有的都那麼硬 我是碰到過幾次真的很硬就覺得很遺憾這樣 而且他又要下飛機又要收了有沒有 就淚眼看著我的冰淇淋被收走 但是我就覺得哇好神奇喔 我就說他就說他去跟他們談的時候 其實剛開始哈根大使是拒絕他 因為他說他們沒有那樣小size的冰淇淋 他們比較小size都是這樣 沒有這麼小的這樣 然後陳大陸又用了他的一些方法 去說服哈根大使讓哈根大使相信說 他們做了這樣的嘗試之後 對他們是有好處的 當然對港龍也是有好處的 於是哈根大使就做了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哇這就是香港人厲害的地方 香港人是可以說服別人的 當然說服人最需要的就是 說好的故事去說服別人 你只要願意放下你的身段 你只要願意放下你的成見 去講一個動人的故事 你就能夠說服別人 在很多事情上面 硬碰硬是最辛苦的事情 如果我們可以用一種其他的方式去說服別人 並且去彰顯自身存在的價值 就是香港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地方 香港是非常好的人 我們香港怎麼可能沒有美好的未來 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那位陳南路先生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提到 香港的一些優越性 中文字幕等 在那時期的地方 如果你看到今天的城市 香港, London, New York 所有的城市 也有了游客 我們有一個巨大規模 如果使用香港的城市 畫一個五小時的圖片 那五小時 全城市的城市 全城市 全城市 我認為這很驚訝 我肯定那些質素會繼續 香港人的城市 有些東西是沒有人可以奪走的 是香港的優勢 其實香港的優勢不止如此 香港還有很多的優勢 是不管什麼人都不能奪走的 所以只要我們不放棄 未來當然是可以掌握在我們的手上的 最後 要跟大家來分享的 香港人送給我的 我個人非常喜愛的珍藏 那是在我要離開香港之前 香港人有一家媒體 他們就畫了一幅漫畫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在諷刺我 因為我說 因為我說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呀 所以他們因應我這樣子的話題呢 他們就在那個報紙上面 就看了一幅漫畫送給我 今天就請大家一起來欣賞一下 這就是他們送給我的 港眼給油漫畫 你知道這上面就是沙漠有沒有 然後我就趴在沙漠上掩耳盜鈴的說 不是啊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啊 這樣 他們就把這個藏起來不敢給我看 想說我看到以後我應該會很難過對不對 結果我看到以後我真的 很開心啊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個很冷了 你看看啊 哇 這身材真好喔 而且還可以這樣彎下來 真的非常的厲害 對 我真的沒有不高興 我就覺得 起碼 不管贊成或不贊成 我說的話也被香港人聽到 對不對 我覺得香港也不是文化沙漠 我從來都不這麼認為 其實在我過去在光華的演講裡面 我也好幾次舉證立立說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認識自己的價值 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麼樣的一些人 到底是擁有什麼樣的歷史跟文化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朋友 應該要對自己和未來更加有信心 我們應該要用微笑堅定的力量 去為我們的明天和未來努力 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 我覺得這個時間過得很快 這個非常感謝 這個今天晚上呢 我們很這個榮幸 有曼堅來跟我們分享 他對香港的一面 我想這個作為香港人呢 我也很高興聽到我們的朋友 告訴我們香港不是文化的沙漠 尤其他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有些時候我們只要用心去看看 也看到香港的這個未來 好 再次感謝萬娟 希望您再會 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